请击专家权威解读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 健康龙江直播室 我是主持人宋博 如果你有健康方面的问题 想要咨询的话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451-8289-0011 或者你也可以扫描 屏幕上方到二维码 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与我们留言互动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条微信 在微信上呢 有一位网友郭平 他说 这个陈肺病 有没有国家补贴补助之类的 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 我爸爸在实况工作40年 没有合同 而显得实况已经关闭了 现在呢 我爸爸出现了职业病沉肺的症状 医院呢 已经鉴定确诊 现在我就想知道 能通过什么途径 来获得赔偿或者是补贴 哪怕是看病有点优惠也行 另外呢 需要什么证明 那我们知道呢 社会上有很多职业 有一些职业呢 是会获得一些这个职业病的 那么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办 政策怎样去解读 我们请到了一位专家 他是来自黑龙江省第二医院副院长张小强 为大家详细的解读职业病防治法 张小强 黑龙江省第二医院副院长 公共卫生事业管理硕士 主任医师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学会 职业卫生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华预防医学会 放射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国家放射性疾病诊断组成员 黑龙江省医学会 职业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黑龙江省职业病诊断与鉴定专家组组长 黑龙江省医院西西学会 医院西西化专业委员会委员 黑龙江省医院协会理事 黑龙江省医学会 医疗事故鉴定专家组成员 从事临床工作30余年 医症管理工作10余年 特别是在职业性肿瘤 和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的诊断治疗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教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那我们经常提到职业病 可能会提到 你是老师吧 那么愿意教育人的 或者说你是销售吧 那么化劳呢 这是有职业病啊 那么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职业病 应该和我们说的那种开玩笑的 应该不是一种吧 显然不是一种 那么我们所说的职业病呢 我们中职业病防治法 明确的规定了 那么职业病呢 是企业 事业单位 或者是呢 个体经营组织的用人单位 的劳动者 在生产过程当中 接触粉尘啊 放射性物质啊 或者是有毒有害的危害因素 所导致的疾病 我们称为职业病 那么这个职业病 其实也是每个行业接触的东西 它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大家职业病 分类也很多 是不是 是的 那么职业病分类呢 应该说 我们新修订的职业病法 规定是十大类 132种 有那么多种的疾病 其中呢 一种呢 首先一种是职业性沉沸 和其他护育系统疾病 这里面呢 你像我们说的沉沸病 失眠沉沸 包括煤宫沉沸 还有哮喘等等 这是属于一大类 另外呢 一类呢 就是职业性的这个皮肤病 职业性的皮肤病 职业性的皮肤病 职业性皮肤病呢 像我们所说的接触性的皮炎 还有一些电光性皮炎 等等 属于职业性皮肤病 第三类的话呢 是职业性眼病 职业性眼病 眼病包括了化学性 对眼睛的灼伤 还有电光性眼炎 以及还有其他引起的白内障 那还有呢 还有第四种是职业性 耳鼻喉口腔疾病 这一类疾病呢 你像我们经常说的 通噪声 噪声龙 个鼻病 还有一些像我们 这个不常见的 就是亚酸食病等等 这属于职业性 耳鼻喉咳疾病 那么还有些呢 比较常见的 就是职业性化学中毒 这个中毒呢 是比较多 现在看来我们国家职业病 从除了这个职业性 陈肺占多数以外 那么就是化学中毒比较多 我们常见到的 液氧化妮中毒 这个二化疗中毒 还有一些金属中毒 那么再一种呢 就是物理因素 所致的疾病了 物理因素呢 你像大家经常碰到的 像中暑 还有一些高原反应 减压病 甚至有个别的一些冻伤 这也属于物理因素 所致的疾病 还有呢 再有 还有是职业性放射疾病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我本人就是搞职业性放射的 放射疾病有 这个外照射 急性外照射病 还有亚急性外照射病 照射很多 还有外照射 照射性 这个放射性肿瘤 那么第八种呢 就是职业性传染病 职业性传染病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碳菊 还有这个艾滋病 包括我们经常碰到的 接触 这个家厨 你像这个 畜牧业的产生的 这个不射耳菌 等等 这个其实很多行业都能接触到 比如说什么医生啊 警察呀 对 他们是比较容易 那么艾滋病是我们这次新增加的一种 但是仅限于医生和警察 其实现在有很多医疗题材的电视剧 都这个写着 比如说这个医生在给这个艾滋病病人 去治疗的时候 一定要进行相应的防护 它级别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个是应该从我们国家来 这个防护要求应该级别很高的 还有哪些 那么第九 像这个第九种就职业性肿瘤了 职业性肿瘤呢 也很多 接触 你像失眠 所致的肺癌 失眠所致肩皮瘤 还有这个白血奔 所致白血病 等等 还有呢 还有就是其他类的 其他类的呢 像我们常见的 就是警下工人的这个滑能炎 这是属于 也属于职业病范畴 还有一种叫金属的烟热 其实这个 我们了解的这个职业病啊 也有很多很多种啊 那刚才您说的这些 都是感觉上比较严重的那些种 那比如说这个老师讲课时间长了 或者说我们主持人 每天说话用嗓子过多的 这种慢性的咽炎 它算不算是职业病呢 这个就不算了 就像您刚才开头说的是的 那么我们职业病啊 有这个刚才说的是 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的 我们时代类132种 那么呢 还有一些疾病呢 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老师的咽炎呢 包括好多一些 在这个做文案的 这个腰椎啊 键盘的突出等等 这些疾病呢 只能说是与职业相关疾病 但它不是职业病 这叫职业相关疾病 你像过去我们 这个很早的时候 现在可能酿酒 不像过去那个 现在工艺都 先进了 过去这个工艺 酿酒的时候得品酒 很有 那个酒出来以后都得尝 所以那个工人的喝酒特别多 这样的话呢 有很多人引起的这种 酒精性的这个肝病 肝炎肝炎化 这也是一种疾病 但是它不是职业病 它和它这个职业相关 其实这个我们行业非常多 那不可能我们每一个行业 都向这个老师提问 我这个算不算 那个算不算 那我们怎么样 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判断 是不是这个职业病 需要到哪里去鉴定呢 首先我要纠正你一个词 不是鉴定 不是鉴定 是针断 针断 是针断 那么通过在职业病法当中 我们刚才说到的职业病 是我们接触的粉尘 放射性物质 或者是化学的毒物 这些有害因素 那么你接触了这样的一些危害因素 你就会感到自己有没有疾病发生 如果在你从事的工作岗位 接触到这些危害因素 你又感到身体有不实 这样你就要到指定的机构 具有职业病诊断资质的机构 去做诊断 这样的话就能够早发现 能够早发现 但是我们现在有好多老百姓 对这个认识还不是很充分 是的 所以往往都遗误了早检查 早诊断这个时机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好多好多分类 如果要是从统计学的概念来讲 哪一种职业病算是发病率比较多的呢 现在看在我们国家还是陈肺 陈肺 陈肺 在我们国家整个的职业病发病的当中 它能够占到接近90% 最新的数据接近90% 这个都是什么样的职业能够导致这种陈肺病呢 陈肺病太多了 最简单的我们挖煤 煤 煤矿工人 水泥 电焊工 金属采矿 金矿 等等吧 包括一些 像我们过去咱们黑龙江有个亚麻厂 亚麻的粉尘等等 都可以患陈肺病 其实这个在我们家装修的时候 就是在切割大理石的时候 那个令我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是整个用布把那个屋子封上了 那当操作的时候 那个屋子是看不见人的 就几乎是全都是那个大理石的粉末 而且呢 就是在收拾它的时候 把那个吸尘器都已经吸坏了 就可想而知 它对人的这个伤害应该也是很大的 这种现象应该说 在我们国家是太常见了 这都是属于一些个体的一些装修工人 他们也可能不了解这种危害 所以他在这 这也是一种工种吧 它是做理石切割的 加工的 所以说在装修工人当中 刚才像您说到的这种现状 那他个人肯定要受到危害很大 而且呢 他得到这种 这个吸肥病的机会 应该说是很多 很容易患病 而且没有在任何防护的情况下 他对得病机会是很多的 那你说这个 这种陈飞病是有办法去预防的吗 预防职业病啊 从不管是陈飞也好 还是其他职业病也好 应该说从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来看 特别是我们近年的新的殖民法颁布以后 从国家到地方 整个对殖病仿制提出了 应该说是严格的要求 而且呢 国家的这个主席 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有了重要对这个殖病的仿制做过重要的提示 而且呢 这个国家总理 李克强总理和孙春兰副总理 也多次对农民工陈飞的这个防治工作 也做了重要的提示 那么从防治来看呢 我们现在讲的职业病防治 应该是这个 还是叫防治结合 预防为主 那么呢 企业应该说是 它是第一责任 预防职业病 企业是第一责任 那么呢 企业的企业责任 这个行业的监管 然后呢 是劳动者 也就是职工 大家的参与 也是一个多方的这样一个 防治的这么一个组合吧 所以从企业的 从源头上来看 那么我们就要从企业开始生产 从工艺开始 就要符合国家职业卫生的标准来建设 那么同时 所应用的这些设备和仪器 也要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教学 不能对劳动者进行产生职业的危害 那么呢 劳动者本身也要做好这个防护 那么像刚才您说的这个个体 他没有这种防护知识 那么我们所看到 如果说我们劳动者都增强这种防护的意识 从事每项工作 只要是接触有多危害的这种因素的话 都能做好提前做好防护 那么就能减少殖病的发生 我所看到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所看到我们现在国家 应该说也都是 这个环境都不逐渐在治理 绿色的这个植被也很多 特别是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草坪很多 那么呢 我就见到我们在这个草坪的工人 在修剪草坪 他拿着一个机器 在修剪工人中 噪声震动 噪声震得很大 那么他没有任何防护 就是这个在这作业 那么这样的话 长期下来以后 长此以往就容易造成这个听力的损伤 那么这就是一个 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就是这个噪声 听力讲讲 也是职业病的一种 噪声露 那么我们在这个国外看到的 修剪草坪这些工人 包括一个清洁工 他都会做好自己的防护 带好这个防尘的装饰 同时戴上耳包 防止造诣 所以这个就是防护 除了企业这个责任 我刚才说 员工我们的职工要参与 那么老百姓 每一个劳动者都要提高 这种防护的意识 再就是我们行业的监管 对这个企业的这种防护的监管 你要企业建立这种职业病 防护或者及职业安全的 这些相关的制度 相关的操作的流程 相关的规范 包括职业企业工人的健康的答案的管理等等 这都是做 做职业防护的这个前提 那我们说这是一级的预防 一级预防 那么作为职业防护 我们还有二级预防 那就是说因为劳动者在工作当中 要随时做好他的职业健康体检 根据你接触危害因素的不同 有的一年要减 有的两年要减 所以必须要定期做好职业健康检查 这是早期发现职业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那最后呢 就是说作为如果患了职业病了 那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那就是到指定的专业机构 职业病诊断机构 治疗机构去做治疗 好的 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 也进一段小篇来总结一下 职业病虽然可怕 但它是可以预防 可以控制的 在日程的生产工作中 我们应该树立起自我保护意识 通过企业公告栏 了解我们身边潜在的职业危害 积极做好防护措施 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 能够有效减少职业危害 对人体的伤害 通过仔细阅读 防护用品的使用说明 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请注意 正确佩戴合格的防护用品 是职业健康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 同时劳动者应要求 并配合企业做好职业健康体检 实时了解我们的身体状况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美好的生活来源于健康 职业病的预防 关系着劳动者的健康 关系着千千万万家庭的幸福生活 为此请大家重视职业病的预防 让职业病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 让我们一起开开心心上班 平平安安回家 健健康康退休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龙江直播室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 想要咨询的话 可以随时的加入到 我们的微信或平台当中 与我们留言互动 张院长 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网友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就是说陈飞病 有没有国家补贴补助 而且他的爸爸是在实况工作40年 没有合同 而且这个实况目前已经关闭了 现在他需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种常见的问题 我们在日常的接诊当中碰到过很多 那么这个就要从什么来说起 要从他的诊断开始 那么职业病房日法要求规定了 那么劳动者如果对自己所从事的岗位 这个认为怀疑有职业性相关职业病的时候 那么可以到你的用人单位所在地 或者你的户籍所在地 或者是你长期的居住地的 有资质的诊断医疗机构 去申请这个诊断 诊断以后 如果诊断上诊断到职业病以后 那么他相对的应该享受到 也就是说应该有职业的相关的一些待遇 从治疗上 你比如是由工商保险来支付 如果没有工商入保险的 那么就要由用人单位来承担 等等 那么像刚才您说到这个情况 那么贼病仿制法的第48条 应该说明确规定了 也就是说你用人单位 如果解体了 黄了 解散了 那么对诊断所要求提供的 相对的一些资料不能完善 那么我们卫生行政部门 要诊断机构要提醒卫生行政部门 要对这个情况进行调查 卫生行政部门要在30个工作日内 要给予答复 那么对他所整个接触的危害的环境 和他既往企业的情况 要调查的结果给予回复 要给予回复 这样的话 我们诊断机构 要依据这个调查的结果 也要对这样的病人 要基于这个诊断 那么诊断以后 刚才我们看到他提出了 我们已经没有 企业都不存在了 那么他提出的 我们这个职业病诊断了以后 我要得到哪些一些优惠 刚才说哪怕看病有些优惠 那么现在来看 就是说我们国家 对整个职业病的治疗 对救助这方面 应该说做了大量的工作 特别是近两年 我们国家启动了 首先在陈肺 启动了陈肺病的救助 这个也是针对好多农民工 像类似这种企业破产 那么企业破产原则上来讲 那么也应该由当地的 所在的一些民政部门 或者是一些政府们 要去帮助解决 那么国家这个层面 针对好多一些农民工陈肺 那么既没有既往单位 都是临时的 那么他们患病以后 那么我们国家启动了 这种农民工陈肺的大平救助 现在有好多的指定的医疗机构 能够对类似这样的 劳动者给予这样的一个 疾病的一个救助 那太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感恩的心 他说张院长您好 我想问您 从事医患职业病工作的劳动者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安全保障呢 比如说用人单位 多久应该组织劳动者进行体检 体检项目跟平时普通的体检 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我刚才在谈到预防的时候说了 那么用人单位要定期 要组织劳动者进行体检 那么根据你接触的 危害因素的不同 那么有一年 有两年 做一次职业健康体检 那么说到了职业健康体检 和普通的健康体检 有什么区别吗 那么它确实是有 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健康体检 就是我们自己 实际上是我们个人的一种健康的行为 说我自己定期感觉到 是不是不舒服 然后我要一年或者半年 或者是更针对某个器官 要做一次检查 但是职业健康体检就不同 它是严格遵照 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 同时根据配套文件 也就是说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的要求 那么按照职业健康检查的技术规范 就是我们所说的GBZ-188 这是一个国家规定的一个职业健康检查的技术规范 按照规范的要求项目来做职业健康检查 它具有一定的法律的依据 那么比如说我们做阶层 我们阶层你就要做一个高千幅的S光片子 你就要做废工 你就要做这些特殊的一些检查 这是我说职业健康检查和普通健康检查是有区别 那如果就是确定这个人一旦患上职业病之后 他在治疗上会有什么优惠吗 治疗上刚才我简单的提到了一点 就是说第一个 那么如果你在职业健康检查当中发现是疑似病 疑似职业病了 那么好了 你在疑似这个期间 疑似病不得要做诊断 疑似病在诊断医学观察的期间 那么医学的费用 这些费用都是用人单位承担的 另外第二个就是说 你一旦被诊断了确定了职业病 那么刚才我说 如果企业用人单位在的话 那么如果当然现在要求 国家要求是所有企事也都要纳入工伤保险 那是第一是由工伤保险来支付你的整个的医疗费用和生活保障 那么如果企业没有加入工伤保险 那就由用人单位全权承担你的职业病的诊断治疗 以及生活保障费用 包括康复等等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就是诊断 职业病诊断以后 比如说不能再从事原岗位 要离开原岗位 是吧 调离从事新的岗位工作的时候 这个职业病的相关的待遇也不能取消 也要依法要享受 也要享受 那么第四个就是说 如果工作有调离 比如说我在这个单位 我职业病顶担完了 我洗脑症 但是我工作有调整调离 那么这个调离以后 职业病的相关待遇也不能取消 也不能取消 最后一点 那就是第五点 就是职业病 除了要享受诊断治疗的 工商这种医疗保险 或者是诊断治疗 这个待遇以外 那么他还有权 对用人单位要提出赔偿 有一定的 还有赔偿的一种因 好的 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张院长正在为您详细的 来解读职业病防治法 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的话 可以接着到我们的 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与我们留言互动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短片 黑龙江省第一台 前列线增生5GMR远程指导手术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附属黑龙江省医院顺利完成 通过5G技术的高速无延迟传输 省医院的专家利用5G眼镜 同步观看了七台和人民医院的手术进程 通过眼镜呈现出患者实际状况的3D模型 专家顺利进行了手术指导 通过这个5G 通过远程手术来为我们下级医院 基层院同时也为患者做更多的服务 也希望我们未来的医疗改革能够成功 也希望我们的医学技术的进步 同时我们患者朋友能得到更多的获益 4月29日由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黑龙江省第二医院承办的2019年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黑龙江启动仪式 即黑龙江省第二医院大型议诊活动在防洪信件塔隆重举行 职业健康工作事关到老百姓的健康 我们委建委主要负责职业病的前期预防和诊断治疗鉴定等工作 全防卫的对职业人群的健康进行保护 启动仪式上省二院的33位医疗专家代表走到台上展示风采 并从各主办单位的领导手中庄重地接过了五面鲜艳的旗帜 预示着省二院将在今年的职业健康促进工作中更加贴近基层走近群众 今年我们想继续在往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之上 更多的向我们职业人群宣传健康工作理念 进行健康方面的辅导咨询 启动仪式后 省二院28个科室百余位医疗专家 为到场的企业工人和现场群众进行了职业防护知识宣讲和咨询解答 还有免费的健康医疹服务 预防陈飞病除了技术措施之外呢 卫生保健措施尤为重要 首先要上岗前体检 岗中的定期健康检查和离岗时的体检 对于阶层工龄较长的工人来说呢 还要按规定进行离岗后的随防检查 在个人防护和个人卫生方面呢 应该佩戴防尘护具 如防尘安全帽 防尘口罩 送风头盔 送风口罩等 讲究个人卫生 勤换工作服 勤洗澡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预防方法都应用到生活当中 这样才能够及时保护大家的健康 做好陈飞病的预防工作哟 欢迎回来 张院长还想请您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目前这个职业病防治法的宣传工作呢 开展的是如火如荼 不仅走进了企业走进了家庭 其实对这个个人宣讲的力度也是很大的 那么目前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工作的进度吗 刚刚我们在仿佛建议塔 启动了我们全省 全国应该说第17届 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的活动 这个活动应该说是对我们广大农江人的劳动者 应该说是一个在职业健康宣传方面是一次一个触记 启动仪式以后呢 我们将按照这个我们卫健委的这个工作的要求和部署 这个第二层的这个活动呢 要开展无走进 刚才在小片当中看到了 无走进呢 就是我们走进这个社会 走进社区 走进企业 走进学校 还要走进家庭 走进家庭呢 我们只在为广大的这个职业病患者送去我们这个卫生工作人的这种关心和关爱 同时呢 走进家庭以后 针对一些长期的卧床的失能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老年的职业病这个患者要进行家庭的这种这个复查 因为他活动受限很难来到医院 所以我们这次提出来了要走进家庭 为他们送去我们的这种温暖吧 那么在这个宣传工作当中 目前取得了哪些工作的成效呢 成效应该说很显著 那么从我们职业这个职业仿制法的宣传口号当中可以看到 我们从健康中国职业健康先行 到今年的口号是健康中国职业健康同行 那么我们想我们将这个按照我们从疾病为重心转向以健康为重心这个理念 在职业病仿制工作方面也要是加大我们仿制的一度关口前移 能够争取做到为广大劳动者全方位全周期的提供职业健康的服务 更多的是让这个劳动者不得职业病 少得职业病或者是晚得职业病 那么你未来将要进行哪些的工作呢 紧急着下来的时候我们想通过以职业病仿制法为契机 以我们第二阶段的无走进为我们工作的目标 能够把我们全省的职业病仿制工作能够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也借助这次我们新的职业病法修改 我们职业卫生的这种只能回归到我们卫健委以后 能够为龙江为广大的这个劳动者能够做出我们新的贡献 好的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提问 我们来看一下 匠心他说2016年12月份的检查得了不鲁式感军病 本人呢在畜牧单位上班 单位给出前治疗的到现在的治疗有六个疗程了 问单位做职业病单位说不给做 想问一下到底哪里能做呢 这个是大概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这是职业病的一种就是职业性传染性疾病 他患了得了不鲁式感军病了 不鲁式感军病呢 我们想首先说单位不给做这是错误的 这个单位不应该这么说 应该按照职业病仿制法的这个规定 要必须为幼人单位提供 这个诊断 刚才我说过 如果劳动者对自己患有这个疾病 认为怀疑为职业病 那么他就应该到我们有资质的诊断机构提求申请 那么刚才我也说到了 是在你用人单位所在地 或者在你的这个户籍所在地 也可以在你的长期居住地 具有诊断资质的这样的医疗机构 你去提出申请 而医疗机构是不能够拒绝患者这种申请的 也就是说 新的职业病法真的给广大劳政者带来了福音 职业病诊断没有门槛 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微信要等待的解决呢 圆满他说我在煤矿工作 2010年入职 宗采队上班 由于长期接触噪音出现严重耳鸣 24小时的缠鸣 半听力障碍 问单位领导能不能凭上职业病 单位说这个归劳资管 问劳资呢 说我这个要体检才能定 之前的矿上也组织体检过 可是体检结果呢 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 最近一次体检呢 是因为去年体检的 主要是检查粉尘 因为我耳鸣严重 就问能不能做听力检查 结果说呢是神经性耳鸣 24小时不间断的缠鸣 很烦人 近几天的情况加重 因此呢 教也睡不好 总感觉浑身无力 精神不集中 带什么都提不起精神 中药 西药都用过 治疗费用已经超过一万 我是工作期间出现耳鸣的 到底怎么才能鉴定呢 这个案例啊 应该说他接触了两种美好因素 一种是粉尘 一种是噪音 也是噪声 那么根据他所说的情况呢 我想首先是企业 应该呢 旅行